MING PAO 今天星期的主題就是養顏中菜 Zelia,是否一定要用藥材來煮 才能做到養顏的效果 其實也不一定 只要我們選擇適合食材 也可以做到養顏的效果 例如有甚麼呢 像豆漿一樣 今天我會教你做千層白菜 豆魚豬肉鍋 好,開始煮養顏菜了 首先我們要做甚麼 首先我們處理薑 把它刮皮,然後切片 然後切片 原來這樣刮皮就掉了 對,用一個小匙匙刮 這樣真的又快又方便 而且不怕刮傷手 又乾淨 要多少薑呢 我們大概兩至三片就可以了 然後就洋蔥 我們想的湯底比較甜 所以我會加一點洋蔥 切絲就可以了 是 你好像放半個左右 對,因為今天鍋子不是太大 所以其實半個都已經足夠了 今天鍋子是多少人分量呢 兩個人都可以,兩至三人 是 好,接著就蘿蔔 我們接著就剔皮了 紅蘿蔔有很多維他命A 對眼睛很好 所以平常我喜歡用蘿蔔 美,養顏的一種 蘿蔔會切薄片 我說不同材料都要切成差不多形狀 它們熟的程度才會一致呢 會,因為這次我們的鍋子 其實就一鍋到底 真的不會… 放進去之後,東西其實不會移動 而且也會整個鍋一起煮 所以切厚薄和大小 都儘量一致一點 做出來的效果就會好一點 而且漂亮一點 這樣也夠了,這裡 然後就到我們的主角出場 是 那就是大白菜 對,我們這次是層層疊魔 我們會用一層大白菜 一層豚肉片 很講究 我們就用豚肉 買普通超市或街市 這些打火鍋的豚肉片就可以了 是 我們就鋪下去 然後鋪第二層上去 好像一層 像一層層面一樣 對 對,我們大白菜就要選大塊一點 是 如果太細太散 待會鋪出來就會有點不同 做出來的效果就會沒那麼漂亮 而且這個相對就很簡單 不需要很擅長煮東西吃 其實也能做到 新手也能做到 而且肉沒有要醃的那種吧 不用,因為本身的蔬菜也有甜味 而且我們待會再加豆漿一起煮 所以肉就不需要特意再加甜味 好,接著我們會把大白菜一起切 我們今天這個鍋不是太深 所以切大約這麼高度就可以了 如果家裡的鍋較厚、闊一點 切就要切厚一點 不然蔬菜一放下去就會沉底 就是看不見了 明白 頭尾是否用的 我們也會用的 因為放進去就不太覺得 是頭或是味 待會我放進去你就會知道 對 這個似乎的步驟真的挺簡單 簡單,你應該回去也能做 對,初入廚的朋友真的可以試試 又漂亮 做出來很有成功感 而且它可以令你吃到很多蔬菜 好,我們切完所有材料 我們就可以開始做了 我們先把洋蔥放在底下 是,為何要放洋蔥在底下 因為洋蔥會比較甜 另外我會加幾塊薑片 我們想湯的味道的層次更豐富 是 我們就可以先開爐 先開中火 對,然後我們就可以把剛才 排好的豚肉放上去 我們要鋪至塌塌 因為待會兒蔬菜 我們加了湯,它熟了之後 其實它會熟的 所以如果我們鋪得不實、不密 做出來的形狀就不漂亮 我看你完全不下油 沒有油,對,所以這個菜很健康 對,它是豬肉本身的油分 沒錯 但別再加很多油 很漂亮,就這樣看 好像一朵花 對,然後我們剛才還有一些浪漫片 我會放在不同的位置 有些顏色點住一下 而且也會令湯有甜味 但有些朋友不吃蘿蔔 不用蘿蔔,其實也可以用其他材料 譬如三色椒 你喜歡的,有時候可以切木耳 加木耳也可以,粟米等都可以 木耳是黑色的 對,別所謂的 對,有些人喜歡黑玫瑰 差不多了 我們現在可以再加豆漿 這是養顏的豆漿 對 豆漿我們選擇無糖豆漿 一盒豆漿,大概250毫升 如果還未夠水 可以再加多一點水 水不用加太滿和太多 因為我們本身煮菜時都會出水分 所以不需要加太多水 為何足夠 其實它本身浸一半就可以了 對… 好的 如果現在在家中流行鑄鐵鍋 其實那些可以蒙水煮 不用加任何水分 也可以做到這個菜 但是豆乳要照樣加 為何我會加豆乳呢 因為我覺得豆乳的湯底會比較香 而且豆乳有美顏作用 對,養顏 好,我們中火煮大約15至20分鐘 等菜和肉熟了就可以了 就這樣就可以了 我看表面不能接觸到水分 其實也不擔心 因為我們現在蓋著 它會有蒸焗效果 令蔬菜和肉全都會熟透 真的很簡單 對 好,這裡已經熟透了 對,其實已經聞到很香 不過我們要再加一點甜味 加一點胡椒粉 對,就這樣灑在面上就行了 對,再加一點鹽 如果平時我不想吃豬肉 我用牛肉可以嗎 牛肉呢,因為我們也要煮 大概十多分鐘至二十分鐘 所以用牛肉就會煮得很老 所以用豬肉就最好了 沒錯 還有雞也可以 不過雞肉要買雞肉片比較少 所以我覺得豬肉最好 好,我看見它很像豉油 這是醋 待會我們可以加一點醋來吃 好,需要再烤一下嗎 我們已經差不多了 好,再煮一會,完成了 沒錯 好,我們來試吃吧 好,先試試 讓你吃 很漂亮,不捨不得弄壞了 好像當花一樣 對,而且整形也沒甚麼變 很甜 很好吃 我初時以為味道不足 誰知道原來這麼有味道 對,因為豬肉本身也有很香的 油脂的香味 本身的帶發菜也很甜 煮在一起,我覺得味道很足夠 你加了少許調味料 對,所以… 所以這道菜真的很健康 沒錯 你不怕,可能會吃了很多菜 然後又有些肉 還有豆乳 豆乳很有營養 對,豆乳可以養顏 女士多吃,可以多喝豆漿 除了喝豆漿 其實加入食材 我們也可以做到 你知道大白菜有什麼好處嗎 纖維多 沒錯,其實大白菜真的很高纖維 如果你去廁所都不唱通 可以吃這個大白菜 它會令你唱通無阻 還有這個很棒的好處 我們一鍋就完成了 碗也少一點 對,適合我的懶人 對 如果你覺得淡味 加一點醋 先提醒 令你越吃越開胃 可以吃那些菜 對 而且你會偶爾看到豬肉 特別肥的豬肉 就點點醋 對 去一下油膩也好 先試一口湯 真的很有營養 吃很多菜 然後有很多水分 然後又有營養 真的是美顏魔 理石河 很高興 真的需要 你會不會 很高興 你會不會 散開胃 快點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